其实在我们这个本性无常的世间 任何的事物你跟它斤斤计较 它是不存在的 你不计较它实际上也不存在 为什么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我们想一想 年轻时候在学校里跟小朋友跟老师斤斤计较 今天想来 这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在当时很气的时候 就能想到总有一天这些都不存在 那么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 你就不会再去跟别人计较 犹如我们小时候经常计较 所以在佛法界经常讲一句话 叫飞游飞飞游飞想飞飞想 还有这个天呢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飞游就是好像没有 飞飞游好像又有 飞想就是好像没有想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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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心乱了 你学不好佛 心不乱 就是菩提心 静忠常志 大家想一想 碰到事情了 马上就要想到 安静 不要发怒 因为台长告诉你们 当一个人冲动的时候 他做出的事情 以后一定会让他后悔的 觉悟人生 觉悟菩提 实际上当你觉悟了 你就拥有了一个缘 那是什么缘呢 因为你觉悟了 你接近菩萨了 那就叫佛缘 所以我们 人讲的是缘分 缘分就应该随缘 但是随缘并不是消极忍耐和等待 而是去转换缘 而是去转换缘分 变恶缘为善缘 今天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转换成恶缘 当别人理解你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善缘 能够把缘分转换 能够把缘分转换的人 这个就叫有缘 大家知道缘分 大家知道缘分这个东西 最让人烦恼 如果有善缘了呢 恶缘了呢 你都会记挂在心上 让自己变得很难过 善缘如果过分了 你会妨碍自己修心 你会有牵挂放不下 恶缘来了呢 就会让你更多的操心和烦恼 生气增加你的业障 所以学佛人一颗心 要平等 平等的对待缘分 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 只要到我们学佛人的身上 我就能把它转换成佛缘 所以做人 不管什么缘分 如果你去追求了 你要求太多 达不到 你一定会伤害自己 以人之情 感激之心 万事换位思考 这就叫随缘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 经常太太跟先生说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不了解我的心啊 先生说 我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不懂我的心啊 实际上就是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去为别人考虑 台长告诉大家 碰到什么事情 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去为别人想 为别人考虑 那就叫慈悲啊 德国有一本杂志很有名的 做过调查 他说 十九世纪的绝症是肺病 二十世纪的绝症是癌症 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想不通 因为我们老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让我生病 为什么让我承受苦难 为什么让我有这种不孝的孩子 为什么让我能够承受自然灾害当中的苦痛 一切都是为什么 他们没有知道这是个原本 人想不通 万事皆痛 现代人的心病 已经造成对人身体的伤害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很多事情 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有去想通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越来越想不通 所以虚度时光 当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才想明白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却已到了尽头 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呀 当你明白了 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选择了 只有彻底的开悟人生 懂佛法 人生无常 知佛法难闻 才会精进修行啊 阿姨 百步 太大当年纪